香港亚洲电视因为经营不善 明年4月1号开始将会丧失免费电视牌照 不过举办了26年的亚洲小姐竞选 今年还是如期巨星 但号召力就可想而知 11月23号亚视举行记者会 安排今年亚姐的四名港澳赛区加利会见媒体 虽然美其名曰是港澳赛区 但四名加利居然没有一名是纯正的香港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哈尔滨的李方元 山东青岛的吴爱伟 广东的无影棋和贵州的包含 很有烂鱼充数之间 我不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做好自己已经非常之好了 对 我觉得是深正不怕影子鞋 就是时间是证明所有东西最好的良药 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传言 但是呢时间会告诉观众最终的答案 让我们期待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结果 虽然乐观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这位加利参赛之前明显没有做好功课 因为时间已经告诉过观众 亚视是如何的一步步沉沦到如丝田地的 亚姐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得美人认识的 如果每一位都能像下面两位加利那么实事求是 那么亚洲小姐还真的有她依旧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来亚洲 参加亚洲小姐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我觉得在过程中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希望自己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然后无论名次是怎样的 如果自己在同中可以学习很多 我觉得就是宝贵的经验 就是值得的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 香港亚洲电视因为经营不善 明年4月1号开始将会丧失免费电视牌照 不过举办了26年的亚洲小姐竞选 今年还是如期巨星 但号召力就可想而知 11月23号亚视举行记者会 安排今年亚姐的四名港澳赛区加利会见媒体 虽然美其名曰是港澳赛区 但四名加利居然没有一名是纯正的香港人 他们分别是来自哈尔滨的李方元 山东青岛的吴爱伟 广东的吴隐奇和贵州的包含 很有烂鱼充数之嫌 我不是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做好自己已经非常之好了 对 我觉得是深正不怕影子鞋 就是时间是证明所有东西最好的良药 所以说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传言 但是呢时间会告诉观众最终的答案 让我们期待时间告诉我们一个好的结果 虽然乐观没有什么大毛病 但这位加利参赛之前明显没有做好功课 因为时间已经告诉过观众 亚氏是如何的一步步沉沦到如丝田地的 亚姐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得没人认识的 如果每一位都能像下面两位加利那么实事求是 那么亚洲小姐还真的有她依旧存在的意义 我觉得来亚洲小姐这个比赛最重要的不是结果 我觉得在过程中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希望自己可以锻炼自己的能力 然后无论名次是怎样的 如果自己在从中可以学习很多 我觉得就是宝贵的经验 就是值得的 优酷全娱乐香港报道